最近很多人都會去參加這個雞團 也許這部位都是進化夜市中想要去喝兩杯 但是喔 這種法官警察就 為了選擇這個酒後不要開車的力量 使用了一台上色的這個警車 這台是叫做Police Taxi 要在這個全國國的設施的地點來進行選擇 所以說這個民眾在這個喝酒後就要坐客丁車 否則這個酒後開車射到這個警察就要被處理喔 請揭幕 中華館警察局長也有副館長 將這個紅布現場開 就選了這台 合名合作是Polytasy的車牌的特殊車長 讓人是感覺很新奇 這是中華館警察局 兩部費車長才會完成的選擇車 要來選擇酒後不要開車的觀點 經濟副館長表示 這是中台灣頭一台菜尾的選擇車 就是希望大家要記得酒後不要開車 是我們中台灣第一台 這樣一個將來可以做一個靜態巡迴 一個展示的車輛 那大家看到這樣一個車輛 所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那我們希望 我們一定要指定安全的駕駛 包括計程車也好 包括沒有喝酒的朋友來幫忙接送 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那就是可能會坐警車 正來參加的工業團體 也很困難中華館警察局會最煩 因為透過這個創業菜尾的選擇車量 讓大家可以知道 酒後就要坐這個駕駛車 而且是指定家事 才能降機酒後開車 調數的機率 店酒駕都是一個破碎的 都是無數個破碎的家庭 與朋友的傷心的朋友 這個惋惜 因為酒駕而喪生的這個親朋好友 那藉由這樣子的創意呢 希望能夠帶動大家 今天喝了酒就不要自己開車 有任何的一個方式 可以更安全的回家呢 其中包括了計程車 或者是請你的水某來帶你回家 雖然喝了一點酒 可是呢千萬不可以開車 警察局中有關進鐵基礎 兩種設置的這選擇車 將會在管理設施的地點來進行電視 就是希望面前在臨酒後 都會坐這個駕駛車 否則都會改坐這個駕駛車 進去警察局 謝謝摩漢金 中華報道